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国进入了中华民国之后 不仅是有国徽 那些城市本身也开始设计自己的时徽 当然他们设计的理念 或者那个象征意义和我们理解那个象征的手法 可能会很不同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很简单的观察 看看那时候由民国至到现在所谓的新中国 或者是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们设计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个理念是否够简介 又是否能够符合到事实 亦都可以和西方和日本设计的理念 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什么东东呢 就是昆明市 昆明市是民国的时间 咦? 为什么会找到昆明市出来呢? 哈哈哈哈 这个是缘分而已 说真的那一句又不是什么特别 如果大家看的时间 你先不要看下面的文字 下面的文字都给你解释了 就这样看这个会计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咦? 我只看到两个圆圈 两个圆圈搭着 有个市字而已 其他深奥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呢 很少说到这么白 用个市字 City 或者Municipality 这个做法 其实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如果你从象征意义上来说 是 我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两个西瓜 哈哈哈哈 是的 我也有感觉 喂 我相信昆明那里 在云南省那里 是可以种到西瓜的 它四季如春 是的 和西瓜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 说真的那一句 你看看下面的解释词的话 它整个徽是充满着象征意义的 但是我的结论就是 这个象征意义很难去明白 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它的意思的话 你是完全不能够一下子解读不到它的意思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艰辛的象征意义 虽然简单 但是背后的意思 你很难会一下子明白 所以 我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当然 它已经是开始走上了用象征意义设计一样东西的道路 但是这个是一个初步的作品 又不是合格的作品 好了 如果大家要理解结论的时候 首先你要明白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好了 昆明的意思 其实 很可笑的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是把昆明这两个字 放进去的 蛤? 是的 是的 如果你问我 昆明的昆字 上面是日字 下面是比字 是的 如果它只有一个太阳的话 There are two sons 哈哈哈哈 两个太阳 哈哈 我问得很对 昆的意思就是 比者是两个放在一起 所以昆的意思就是两个日 是 那它就是两个圆形的日 放在一起 就是昆字 噢 两个圆形的人 啊 两个圆形 就放在一起 就当是日字 是的 是的 好了 明的意思就是 日月都是这样的写法 它就把两个圆圈 已经等于是明字 日和月 哦 那就是用两个圆形 同时间象征做了昆字和明字 那其实这件事呢 就是这个做法 其实是一个很差的做法 你一个象征只能够做到一样的 那这两个字 你应该就要分开来做 或者只是做其中一个字 那它很贪心地 把一套象征符合做了两个 那其实就比较难明 哦 是啊 真的难明啊 除非你那个国学基底要很好 还有一个联想力 或者丰富的幻想力 你才可以想到 这件事呢 超越 你要好好 反而呢 你上次呢 上个 上一集里面提到呢 中华民国 即是早期的那些国费呢 和出的那些银币呢 那些呢 那些呢 就是有些看头哦 你会用 相对地 那些艺术意味就会是重一点 但是都是比较难一点 如果你说的 你是要有很深厚的国学基础 才可以明白得到 哦 所以 其实整个民国都是 它设计的东西 全部是要有些 所谓的事先的学样 才可以明白到这件事 而不可以纯粹单纯的设计上面 马上了解它的意义和精神在哪里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在设计的角度来说 就不是一样那么理想的状况 这个其实还没说完的 是的 你继续吧 好了 红边代表什么呢 红边啊 是的 那里有太阳 也说四季如春 四季都有太阳 这个红边 要从五行上去看 因为五行里面 中国属于南方 对不起 昆綿属于南方 南方属于火 火就用红色 是的 哦 南方属于火 又要认识这些 挂帐的东西 是的 是的 接着呢 昆明市 你加了那些市字 也无可口非 为什么用黄色呢 这个又可以解释 为什么 因为昆明市 在云南省的中间 中间在五行里面 是用黄色的 是吗 哦 这个真是有些人 要问一下 有些朋友 要问一下 有些朋友 熟悉这些东西的 真的不知道 是的 又要关乎到五行 好了 底色 底色呢 看下去是黑色 我心里面想 你整个昆明又日同月 还有一个市字 为什么要把市字 就是日中为市 就是说 古代里面 是要在日中间的时间 正午 就要开市 做生意 所以呢 就在两个日中间 有一个市字 就代表日中为市的意思 嗯 哇 整个章 它讲了这么久 它都跟日 光明有关的时候 为什么底色是用黑色呢 我有这个疑问 那就托起它 这个纯粹是艺术上的 艺术上的考量 就是托起它 不是 就是对比颜色 可能用色那里印刷的问题 它是将它原本想用的蓝色 印成黑色 哦 原来是蓝色来的 是的 那蓝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着雨过天青 万物清明的意思 哦 太深了 太深了 虽然它先调很简单 用色也是符合五行的要求 但是问题如果一个当时 已经走向现代化的番书仔 比如我们这些这样的样子 看下去的时候 是根本你没有可能一下子 就知道它的象征意义 所以它虽然是走上了 用象征的这条道路来设计 一个细号 但是那个 和当时的国民的知识 和大家的期望 可能会差到很远 好的 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但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 如果你问我 嗯 嗯 我们要 bear in mind 一样东西 我们今天2023年的香港 或者是华人的世界 教育水平已经是高的了 香港呢 我看平均呢 我有一个 rough说的 但平均的教育水平 是去到 大陆叫中尊 香港叫什么 除了那个副学士 还有一个叫什么 Ivy 李俊 不是 不是 more than that more than that 是介乎这个 副学士和Ivy 即是工业学院 之间的 OK Ivy之间 没有了喔 副学士跟着就学士了 是 不是 介乎中学和副学士 以及中学和Ivy之间的 是啊 香港呢 是啊 就是form 6 没有了预方很久 不是form 6 不是form 7 即是六年代中学 教育的中位数 应该这么说 中位数 已经很高了 但你要倒数 110年前的时候 100年前 其实中国教育水平 是相当之低的 around 这个中共建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全国知识分子只有300万 其实符号这件事的使用 跟知识水平没有关系 很多时候 在一个 反而是一个 知识水平低的时间 你要用符号代替文字 所以你一会看日本的情况 你就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日本人 他没有姓氏 他要用家文 来代表姓氏 所以反而在一个 知识水平低的年代 你用简单的图像 是可以加深他们 对于某件事的形式 所以正正你举些例子 就说明了 其实中国当时 在文国里面 是没有一个很 传统的设计 和象征的文化 所以以至 他设计出来的东西 和现实的认知 会有很大的落差 哦 是没有这件事的 是的 其实他刚刚才 开始建立这个 象征符号的文化 到现在正在做这一步 但是问题很多时候 就被政治元素扼杀了 就是不让他设计在这里 不让他设计在这里 不让他设计在那里 那些人不可以 自由地设计 以至形成一个文化 这个稍后我们再去讲 嗯 原来和教水平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OK 没有必然关系的 OK 好啊 好啊 那你接着又下一个 下一个 好了 那这个又是民国时间的 揮号来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是一个 上个星期你给过 我看过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是想起 西运就五环 奥迪就四环 哈哈 哈哈哈哈 整个品字的样子 但它又不是品 因为它又有四个圆圈 哈哈哈哈 那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真是什么东东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但是它又充分 我不要给大家提示 充分表现了它所代表的 城市的形象和名字 哇 是一个很优良的设计 如果你要问我 如果现在四个圈 如果三个圈 我想起一个品字 这个品字呢 就是 咦 中国有什么成方 用个品字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去开估了 喂 有没有观众知道 这里呢 又看看这些观众 现在可不可以 有些呢 是real time 看到有些是隔了 可能是十几分钟看到的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么来的 大家猜猜一下 我们的观众水平是很高的 我刚才说了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 这个是中国的城市 市挥市上面最好的一个设计 最好的一个设计 我? 最好的设计? 最后你就会知道 这是欧传统的设计 哦 OK 好好好 我真的猜不到 有没有观众猜到 大家呢 有些input 既然教授上到来 不要只是 现在出去玩 今天是假期来的 香港 出去玩 喂 留言支持一下我们 让我们醒醒一下 冲击这些节目更加有互动性 好 我交给你了 我给大家一些提示 这个设计是由同一个汉字 重复三次而组成的 我都说是汉字 你一个口字重复三次 就是品字 不是口字 其实他已经切割得很好 他要留在白鞭 是一个汉字重复三次 如果你看到那个汉字 你就会知道他大概是这个城市 真的猜不到 我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也没有这样的联想力 如果没有 我就开股 是的 开股 这个是什么汉字 哪一个汉字重复三次呢 就是大字 喂 圆圈和大字有什么关系 先不要看圆圆 先看看大字 大字重复三次 迫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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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先 我要睦眼的 逢是看圆圆 看画 我有时候要睦眼看的 OK 他又好像有个大字 是的 我看中间下面那个 看到了 看到大字了 是中间下面 你看到 你把它画开 是个大字 不过全是弧形的写法 不是直的写法 是弧形的写法 是弧形的写法 如果调一调 就像我们这些相片 我们调教照片 可以调的位置 你将它90度转一转 你又发现另一个大字 再将90度转一转 你发现第三个大字 大家玩个相机 你收到有些东西 这些照片 是调转了 打横了 或者打动了 你在我们的手机 可以调整它 你用这样的方法 OK 首先看到下面是个大字 不是一画 它变成一个弧形 一个半圆形的一画 然后两边两只脚 撑开来 然后你将这张图片 90度转一转 Cockrise 或Anti-Cockrise 順时针方向 或者逆时针方向 你都可以做到 杨博哥 你听不清楚 90度转 顺时针方向 或者逆时针方向 转 首先这个 不是那一角度 你不要误吓人 120度 120度 一转一转 三个大字 用设计的方法 将它抽象化 然后将它 连在一起 所以 我已经说了答案 将三个大字 连在一起 这个城市就是大连 大字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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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设计文化 来将一个大连的意思 用这么简单的符号设计出来 这是什么人做呢 其实是日本人做的 这是日治时期的 日大连的示威 所以这个简单地说 就是 在日本文化底下 中国出现的一个示威 亦都是中国近代史里面 最简洁 最优美 以咸图 最丰富的一个示威 因为它很简单地 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是的 如果我们去讲日本的家民文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种做法 在日本的文化里面 是一个很传统的做法 就是将一个符号 造成一个圆形的形象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什么现代化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将 那个元素 用一个大字 来表达出来 就是说 其实日本人是做开的 他刚刚在大连 就是在统治大连 或者是霸了大连 就将那种文化搬到大连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简单地说 其实日本的设计文化 和象征文化 是比起中国深厚很多 你刚才所说 其实他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文化 所以你只要给他一件事 他都可以很简单地 将它设计出来 哦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正的话 你就会用这件事来 去比较中国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国的不足在哪里 就是那些东西很类罪 又要很具体地表达出来 完全做不到象征的意思 象征的意思就是 由小建大 或者由抽象建具体 这个才叫做象征 但是这个能力 中国人似乎就是 比起日本人来说 就低很多 嗯 嗯 嗯 这个我们再去看 你会看到这个 如果一会我们还有些例子 你心里面和它比较一下 你就会看到 中国和外国的设计文化 那个情况相差太远了 好了 我们下下一张 好啊 这张又是蓝色 这个就是在1978年 改革开放之后 各个城市自己设计的市挥的时间之下 大连的设计 那你比较一下这个挥 和刚才那个挥 水准差多远 嗯 嗯 嗯 好了 那为什么是足球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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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清楚了 中间的轮盘 好像是航海 大连是港口 你说它是港海 有很多的元素 来到去摆下去的 嗯 嗯 OK 好 摆下去 这个就是大连是1978年之后的市挥 80年代应该就是 80年代 OK 它用了很多元素 但是有很多不是它自己有的元素 比如说下面的私轮代表的工业 像你所说的那个轮盘代表的大河海 之类之类 元素它是多的 但是问题就是它不能够 如果你相比之下 刚才那个挥就一次过 最简易地把大连的意思表达出来 嗯 OK 大连是重要城市 就是很多人旅游都去大连去走走 大连和青岛 那里 简单地说 如果你是把下面那个字 大连和中国大连这个字拔走了的时候 你不能第一时间来知道 这个挥是代表着哪个城市 没错 没错 代表性不足 是的 你失却了那个象征意义的意思 象征不了出来 突兼不了主题 嗯 但是日本的设计传统影响到今天 日本的设计是不差的 就是以示律师 但是影响不到中国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了继续 嗯 那就下去 那这个呢 就是值得说了 因为其实呢 在中共建国之后呢 那些城市呢 是没有示威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不想搞所谓的地方主义 嗯 就是说 要大统一 嗯 是的 要大一统 那就是所有东西要跟中央 你现在有了一个示威的话呢 就等同于建立了另外一个国的身份认同 那这个就并不是中共 就是当时要搞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呢 它想要有的东西 好了 但是问题的情况去到1978年之后呢 又不同了 因为当时国家开放的话呢 很多城市它要跟外面呢 结这个姐妹城市 你要去外面做很多的外放 没错 那大家看到外面 哇 每一个 就是大家互相赠送物品的时候 那你只是送了一些土产给别人 但是问题是 别人送个示威给你 哇 很英俊哦 那样的感觉上呢 你的相比呢 就会被别人比下去了嘛 所以开始呢 就有一些城市呢 就想自己设计自己的示威 那这个来源就是这里 嗯 所以呢 第一个设计这个城市的示威 其实应该是这个开封 哦 开封有两个 这两个塔叫什么叉 就是 忘记了了 应该很熟的 sorry 这个不是开封 糟了 讲错了 它就好像是开字 中间有开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 哎呀 糟了 一下子 不要紧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先搜索一下 嗯 我们的节目呢 是Live的 是很贴地的 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马上去查 嗯 我现在脚脚脚 听你讲啊 我做你第一个观众啊 哈哈 其他东西不用你 哈哈哈哈 不过我找了一张图 等一下呢 是可以和你订出来 大家分享的 啊 太原了 太原市 哦 OK 太原这个双塔 OK 太原 太原有一个双塔 在这里 那就是 我先看看 因为之前看过之外 那些资料都记得不熟 不好意思 OK 是的 这个是1987年的时候 一个示威 这是第一个 它用了太原市的双塔 一个地标 然后下面那个 好像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是太原的简 简写来的 叫做并 就是并且 那并字的简体字 嗯 哦 太原简写叫做并 这个真的不知道啊 我认识上海是户 是没有的 那它就将那两个塔 加上下面的字 其实等同于 那个塔 有两点 下面有个 简单词 开字 哦 原来太原的简称 是叫做并 学义学义 嗯 嗯 因为我看到并 我就知道 这个不是 不是开封 因为开封 你没有 你没有那两点的嘛 所以立刻知道 我记错了 嗯 但是这个设计呢 现在我第一个反映就是 我们当然欢迎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继续吧 下面的黑色 就代表着石油资源 那些能源资源 上面的火 就代表着工业 嗯 整个章就告诉你 它是一个工业城市 嗯 嗯 这个章 其实如果你问我 是不差的 尤其是你能够联想到 那两个塔 那里 那两个塔 加上下面的隔天字 是一个并字的话 它其实已经将 那个 开封的简称 包含了一个章 里面 其实那个象征 意味呢 是ok的 嗯 嗯 你又想说什么 那些火呢 都是有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共产国家的味道 是 但是都是一个 向前走一步 当时是向前走一步 你一看就知道 是和共产国家有关系 因为共产国家 是很重视重工业的 重前 重前 但是这个问题 就像你所说的 如果你知道它是共产 但是共产里面 是哪个城市呢 那你可能就要 做一些background research 才知道 这个章是哪一个地方 我经常想起 纪律部队 或者军队 那些秘章 在手臂那里 这个章拿来做秘章 是挺好看的 纯粹是 那问题呢 如果你问我这个章 里面最大的败符 是什么呢 如果你问我 你想说什么 那个开字 下面那个开字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有点老土 我只是用老土去说 不只老土 老不老土 这个是很主观的 但是有一个客观的情况 一说大家就知道 这个问题在哪里 嗯 因为那个并字 就是两点加一个开字 是 嗯 但是问题 你看到这个章的设计 下面那个不是开的 它是埋口 它不是开口 是啊 所以 这个简单 它是把字形改了 第一 它已经不是那个字 第二 你把开变成合 的话 其实 你问我 不是很努力的 哦 那也是 我又有点点意见 和你分享 其实 在西方文化 一些比较古体的 拉丁文字母 它都有时候 为了奏的图形 去变的 包括V字 其实有时候V是U 是U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作的U字 是很难作的 那个弧度很难作的 为了容易作 雕刻 它们的U 可能变成V V U 就等于V 留意一下 它们很少有一个U字 在雕刻里面 是用V字来代替的 这些是很肤浅的认识 我们的观众 各来自五湖四海 高水平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留意呢 留意一下这些设计 这个设计呢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 可不可以问一条问题呢 为什么这本书 这个cover 是用繁体字的呢 什么书 这些东西上 新中国第一枚史辉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 拿的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是啊 因为似乎 第一 有可能是 大陆以外的人做 第二 可能大陆的人 为了将这些东西 能够传到全世界 刻意写繁体字 这个我就有不同的估计 因为奇怪 去写繁体字 没有来源的话 就没有基础 不要紧 不要紧 但是你拿到这张图出来 真的令我们大开眼界了 真的大开眼界 是不差的 好 这个 你有心找就不难找的了 就是想去梳理一下 中国那个示威的文怪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随之以来就有其他的了 好了 比如这个 我就将广州市的示威 民国的时间 和现在中共的年代 来做一个比较 嗯 好了 你现在看到 螢幕上 右手边的是民国 很明显有青天白日标志 左手边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廣州叫做五阳城 有两只阳国 就是阳国 我们都不难理解 这个 OK 你说什么 就是中共那个 因为 廣州称为五阳城 好似今天 是在廣州市里面 有一只羊 铜像 或者是什么 雕刻 在这里 越秀公园 是的 越秀公园 右手边的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廣州市 它写明的 也是庇章 可以做到庇章 你看 有个盾 有个盾 好了 我继续解释 中华民国的那个 有个梅 是不是梅花 是的 有个梅花 接着我认为那些是挂杖 那些是挂杖 我不懂解释 什么 挂杖 即是梅花伸展开的那些 这样的画法 会不会是挂杖 喂 你再看清楚一点 你再看清楚一点 其实它很清楚 我觉得 在这方面的设计 它是好 过中共的 那是枯字 枯字 不是 那枯字 你记得 广州叫什么城 五阳城 和碎 简称为碎 五阳城和碎 都在这里 哈哈哈 哦 先数一下 1 2 3 4 5 哎呀 你倒转来看 是个羊字 倒转来看 哇 那我们要认识一下 但是也不难 对年轻的朋友来说 你们在WhatsApp 用那些符号 不是整天都是这样的 那又有个瑞在那里 就是瑞士 是 简称的 讲真 喂 这个瑞是很多 后来大陆都有用瑞的 哦 不过就不是这样的画法 嗯 所以 所以其实它是将广州的 怎么说呢 那个象征 雨量和碎 加上国国徽 再加上西洋盾 其实呢 当时它可以用的元素 它已经用了下去了 所以其实民国 广州的示威 虽然未至于太美 但是象征符号上面 是ok的 嗯 是 很明显 这个很明显 哇 真的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 他们未必好像你那麽细心 那麽细致 那麽细致 那麽大 就是说到这些示威都可以看到 就是应该怎麽说 为什麽我会喜欢去研究这些揮号呢 其实图片是直接的 所以其实你愿意去找的时候 你一看 你已经可以商店里面的东西 都能够七七八八的了 嗯 好玩的就是这麽 好玩的就是这麽 那麽说一下中共那麽 中共那麽呢 其实你就会见到 其实它的国家元素相当之多 是 你会见到它有升 是 这个代表着共产党的领导 又有齒輪 代表着它的工业 是不是 那麽接着 这个就基本上它要求那些国家 就是要求那些城市 都要把那些国家元素摆下去 它是一个表现 那麽接着呢 它有只羊 但是问题是它又不是五羊 只有一只羊头在那裡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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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间还有一个核心的象征符号 就是它把税都摆下去 嗯 嗯 嗯 那羊里面有一支碎 是 在中间那裏 嗯 那接着呢 我看看它的说明 它就要把羊 这个字 设计成为一条金锁匙 是的 这个有西方文化 因为呢 如果你访问那些城市的象征呢 那些权力象征是一条锁匙 不单止 你看我先说一下 那就是那个所谓的金锁匙 它不是权力的象征 因为广州是一个叫做对外城市 它等于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金锁匙 它的意思是 哦 即是南方大门 所以 是的 你要看它的说明 你才可以知道 嗯 但是 平心而论 都不差 其实都不差 是的 下面它还有另一个象征 就是将广州的屎花 木棉花 那三朵 哦 那我就不知道 那些是木棉花 因为木棉花 很多时候都是用红色作为 这个 是的 但它又变成千奏 是的 即是 这个难明 难明 不过 这个呢 你难明这句话 就代表着一个败笔 其实你帮我说了 所以 它要遷就那个金色 它就要将这个红色的木棉花 变成金色 是的 所以呢 其实有少少的意味 就是好像现在 你这个 这个 广州 那个粤语运动 就是 它要废你粤语运动 要谈你广东话 嗯 有少少这样的谣点 就是 你要将一年一年 加以遷就的话 已经不是一样好的 象征符号 嗯 OK 如果你还用这个 这个 它是暗示了将来 在广州里面出现这些 你要去屈从某些意愿的做法 好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